好 接下来看到12号的晚间9点多 新城乡一名罗姓民众发现停在家门前的机车竟然是莫名的消失了 就立刻报警来协巡 那么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10点多就在距离事发地点的4公里外找到了失窃的车辆 那么当场是一线刑犯逮捕偷车的严信兄弟党 监视器画面中两名男子爽载没戴安全帽 就在大马路上狂飙因为他们骑的机车 竟然是利用工具破坏所窃取来的 车子是什么来的 111年9月12日22时取 新城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 自己停放于家门口的轻型机车不见了 远警接到报案后随即调阅入口监视器 发现两名男子一同骑乘该辆机车 经报案人表示怀疑细骑认识的严信男子所为 远警于是寻线寻找 22时50分在富士村一处民宅前发现该辆机车 并将两名涉案男子依刑法窃盗现刑犯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兄弟党向警方辩称 是因为要去找朋友才会向罗姓男子借车 并且有经过同意 但罗男却否认有将车辆出借给严信兄弟 在经过警方的调查及不断询问下 兄弟党才承认是以工具强制发动 而训后警方则一设犯切到罪嫌 将严信兄弟两人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徐立芹新陈相报导